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山位于永吉县口前镇城区内 城南北走向 六名小学生被困在西坡的一处断崖上 距离地面的垂直高度大约在30米左右 此时山堤松动的碎石不断向下滑落 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用我们的参照灯打起来 照到孩子所处被困的那个地点 然后就是确定了他的那个位置 随后我开始制定救援计划 等待救援的六个孩子是口前镇某小学的学生 平均年龄只有12岁 而且其中四个是女孩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30多米高的断崖上呢 原来当天下午 这几个孩子吃过晚饭后 相约到山下的小广场游玩 因为正好到了春暖花开 外出踏青的季节 于是他们就一边聊天 一边上了山 之后我们就上到山顶 就往下下 天就开始黑了嘛 天色越来越黑 在树丛当中 孩子们遍不清方向 找不到来时的路 只能顺着山市试探性地往前走 就是有好多路 然后找不到地方了 然后就往下除流 除流 然后就到那儿了 孩子们被困的山崖对面 是一片居民楼 两者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 原本以为找到了回家的路 马上就能下山 没想到脚下去是几乎和地面垂直的断崖 实在无路可走 几个孩子就停下来商量怎么办 正在这时 一对恰巧路过的夫妇 察觉到了山上的异常 然后走到这的时候 就隐隐 因为听说一帮孩子在山上 第一感觉就是 这么晚了 还有一群孩子在山上 我说所以说 我说老公你停这 我看一下 刚才我骑摩托 我都没发现 我喜欢先停着 说孩子在山上 我说你扯淡 我说这么晚了 谁家孩子在山 我就从那儿跑回来 跑到这儿 正好是发现 就能看这三四个小孩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几个孩子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所在的位置有多危险 这处断崖距离地面三十多米 相当于十一层 普通居民楼的高度 由于山势陡峭 这对夫妇不敢贸然上山迎救 于是立即报警 从上面往下看 和咱们视觉不一样 他以为从这儿能下来 那石头就是 往往下滚 特别锁着石头 不是这个硬的 全锁的 一蹬就往下下 然后我说你千万别下 如果你说这一旦 从上面沽了下来 那后果就不容易响了 然后我说你们就别动 就在那就别动 我说天马上就黑了 如果说 我说你们要掉来的话 我说下面是像悬崖的那样的 不是你们来属的路 经过初步勘查 救援人员基本掌握了现场的情况 六个孩子被困在山坡上 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 此处距离地面的高度有三十多米 距离山顶大约有七十米 是两棵大树 暂时阻挡住了孩子们继续下滑 情况紧急 消防队员立即展开救援行动 我当时就是在室友厨 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尽快地接近被困儿童 防止他们因为恐慌 做出危险的那个举动 救援人员最初想利用 登高平台消防车 接近被困学生 但此时天色已黑 喀木青山体具体走势 盲目接近容易造成危险 而且学生被困的位置 高度近三十米 登高平台消防车 能够到达的极限高度 只有二十四米 就在消防队员们商讨 第二套救援方案的时候 留名被困孩子的家长 也都陆续赶到现场 然后一瞅着喧牙挺吓人的 一直嘚瑟 力斗力斗 要是拽下来就完了 眼看自己家的孩子 被困在三十米高的断崖上 山下的家长们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情绪越来越激动 消防队员们的第二套救援方案 是从山脚下攀登峭壁 接近被困的学生 但是经过实体勘察发现 这座山山体风华严重 松动的石头很多 在攀爬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引起落石 甚至发生山体滑坡 坍塌 造成更大的危害 家长来了的时候 就有一个哥哥来了 就是车也是停那儿的 他也想试图从这上去的 我说哥你上不去 我说哥他说 你自己家孩子你能领下来 我说如果说一帮那孩子的话 我说你从这要是领下来的话 我说这折着咱们都担不起 他主要说这个咱们眼瞅的不行 他当时也是蒙的 断崖之上 碎石滚落 孩子状况岌岌可危 我就报警 报警我打了两遍 那时候这时间感觉 老紧张了 家长闻讯迅速赶往 遥遥相望 无计可施 然后一瞅 悬崖挺吓人的 一直嘚瑟 就力斗力斗 要是拽下来就完了 你知道万一四足怎么 你爸在国外 我怎么交代 请继续收看 本期平安365 垂直营救 四月的吉林早晚温差大 此时的气温只有四摄氏度 六个孩子已经被困在断崖上 一个多小时了 随着救援时间的不断增加 在寒冷风大的山上 如果服装不够保暖 又没有帽子和手套 孩子们很可能会因为低温寒冷造成的体温下降 而出现低温症 低温症是指人体温度低于35摄氏度的状况 如果体温降到了32摄氏度以下 人体器官将无法正常代谢和工作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十分危险 可直接或间接的造成死亡 就问了阿姨你还在下面吗 这个时候我估计是有小女生吗 他肯定是害怕了 我们之前对这个山也不是很熟悉 通过就是旁边那个微观群众 附近的居民 我们了解就这个山的东侧 还有呢一个缓坑 消防队员立即调整救援方案 决定有两名消防车司机留在山下操作车辆器材 利用探照灯指明被困孩子的位置 其余五名队员从坡度较缓的东侧上山实施救援 当进入山林之后就发现里面全是荆棘和树木 能见都较低 探照灯打在西坡半山腰的位置 从东坡上山营救的消防队员们最初看不到任何光亮 山体四周一片漆黑 消防队员的手电只能照射到三四米远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 变境方向极其困难 很容易迷路 五名消防队员只能循着警笛声 向孩子们被困的地点慢慢靠近 经过一个养残的山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们把那个树全都是用镰刀 或者是用什么机器全都割了 全都是刀刺的树场 我们行进比较困难 救援队伍中有几名刚刚入伍的新战士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 夜间进行这么高强度的登山座椅 体力上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考验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危险 左手侧就是翘壁 距离也就是二三十厘米 如果有时那个稍有不慎 作战人员也有滑落跌落危险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搜寻 晚上八点左右 五名消防队员终于到达了山顶 此处距离孩子们被困的断崖处大约有七十名 由于天黑能见度低 这个位置依然看不清下面的情况 由于身是陡峭地形多变 消防队员下山营救 必须佩戴安全绳加以保护 但是山顶没有粗壮的树木 找不到可以受力的支撑点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让一名身体比较强壮的战士充当受力点 在山顶做保护 急于四名队员下山营救 救援过程 显向环升 消防队员急中生智 山中小路蜿蜒曲折 方寸之地如何脱险 一个一个的 拽那个出手 听着吗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垂直营救 由于天色太黑 救援队员无法明确六名学生被困的具体位置 只能与孩子们相互喊话 通过声音来判断方位 晚上八点半左右 消防队员终于找到了被困在断崖上的六名学生 你们是一点不害怕呀 我不知道咋子会不害怕 我们都冷啊 叔叔 我们快尿醋了 你现在叔叔就不害怕了 叔叔给你们整上去 不是什么时候上来的呀 六点 没到六点上 那晚上来怎么还爬山呢 然后我们下山的路上 我上不来没你 我下来的 你们在哪上来的 那边有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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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图支笔就绕着这儿 就有一条道 然后我们从这边绕 然后我们才能塞平 到达唐贝困的那个地点的时候 然后就由我们娱乐园 看他们情绪非常低落 就给他们开玩笑 唠家场安慰他们 安抚他们 我明白了我们突发机 然后他就想过这样 咱们不能除外小朋友 对我们不能除外 跟叔叔说没事 叔叔也不批评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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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你会让我们再吓你上吗 通过四五分钟的聊天 都已经打上一片了 基本上他们就是什么性格 基本也是魔头了 我不是说 以命令的口气说 谁上谁上谁上 我是说 谁最应该 谁第一个上 咱们男子汉发扬一下 他先让小女孩上 我让他上 他不是男的 谁一直跟他喊 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 孩子们的状态逐渐恢复 营救工作继续进行 我来点绳 把我把我这个绳 你带紧了 对对对 我腰子再个细点 我把这个能挑我走样的 好 救援队员在从山顶下降的过程中 事先在沿途选择了三个比较安全的地点 每一个地点都有一棵比较结实的树木 可以作为安全绳的支撑受力点 在接下来的救援过程中 六个孩子在消防队员的保护下 依次通过这三个安全点 逐步向山顶靠近 每通过一处事 孩子们都可以休息一下 缓解疲劳 是一个催的吗 我们是一个镇的 都是口前镇的 有何理啊 是一个小鱼带 但是不影响到的 在失救厨 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怕失救的过程中 他出现紧张或者是体力投资的情况 出现就是预想不到的危险 放下绳 你做绳了 你做绳了 我知道我现在动不了 到楼收绳 放下去了 小绳收绳 往上转 一点一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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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那个出闪 听到吗 你往上收绳 然后你跟那个叔叔说 你说他收得紧了 你就说他慢点 收啊 晚上十点左右 消防队员终于把六名孩子 成功地救援至安全地带 这里呢 就是当天孩子被困的地方 我们当时六个孩子 挤在了这里 周围都是悬崖峭壁 因为是夜晚 大家判断不好周围的这个地形 我们可能还想过去往左右爬 但是这个场地实在是太危险了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马上停止 待在原地 等待救援 在山上被困三个多小时后 孩子们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 消防师父太幸运了 你要让他 你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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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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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下来的时候 我抽的一些消防病 也都是孩子 在我面里也都是孩子 他背着 那什么的那么蠢 也挺重要 当时也就是教育教育 我问他 还不害怕 然后我说 他说不害怕 我说 我说你不害怕 我可害怕了 我说你知道外衣四足怎么办 我说你爸在国外 我怎么交代 因为那时候都躺下了 然后我妈就穿个睡裤 就穿拖鞋来的 然后就挺心疼我妈 然后我妈就给我抱怀里 就把 如果我有点冷 他就把那种外套给我穿 然后就搂着 虽然整个事件有惊无险 但如果不是那对 恰巧路过的夫妇 即使发现并报警 很难想象 孩子们后来会发生什么状况 白天要是上去下不来的话 那就应该特别害怕 不去了 我说我才也不上山 我连北山都不去了 由于安全意识淡泊 导致青少年被困山中的事件 时有发生 2012年11月17日 在重庆市壁山区 就读于壁县中学的六名中学生 下午结伴 去壁山区金剑山上玩耍 傍晚返回土中 分成两组下山 由于天色渐黑 在下山途中 有三名学生迷路被困 经壁山消防官兵彻夜寻找 辗转攀爬四个山头 并最终在次日上午11时去 将他们救出 所幸三名被困学生 只是有挂擦伤 没有大碍 2014年11月15日 在四川缅竹市 有五名学生 在野外露营时被困 当地判处所民警 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往事发地点 经过13个小时的救援 终于在16日早上8点 将五名学生安全救下山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平安365在这里提醒 平时一定要做好 青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 提升他们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 2015年5月7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 大岗玉秀街 一家饭店门口 一名八岁男孩的左臂 被旋转门卡住 天津市消防特勤支队 万象路中队 接到报警 立即赶赴现场 救援人员利用五火花工具 将门框一点一点破拆开 为防止救援中的坠落物 砸伤到男孩头部 消防员特意被男孩戴上头盔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 男孩的手臂终于被成功取出 此次事故 是由于男孩在旋转门旁玩耍时 手臂留在了门内 被快速旋转过来的门扇 夹在了缝隙中 平安365提醒家长朋友 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不要在旋转门 滚踢等大型器械旁边玩耍 避免危险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